再看的是台中县 这间巧克力工厂去年就是因为卡梅基台风来袭 整个工厂淹水机器全部泡在水里 损失三千多万 现在听到路径很像的莫拉克台风也来了 今天厂长紧急宣布 全体员工放半天假要做房台工作 宁可损失半天的营收 也不愿意工厂再度泡水 一千平大的巧克力工厂内 生产线每运作 全体员工停工半天忙着做房台 三四十位的员工总动员 有的忙着将藏库中的巧克力搬到高处堆放 有的则是用帆布将机器包好 大家会这么紧张 不是没有原因 整个乱七八糟东倒西歪 机器的话全部是泡水 所以就好像战争过后 这样子就非常的严重 那时候损失大概两三千万 所以今天的话台风就是又接近了 所以就今年下午整个全职生产 工厂的墙壁上一道场场的水痕 就是去年卡梅基台风淹水的证据 厂长拿出去年台风侵蚀时的照片 淹水起码一米高 工厂内一片凌乱 机器原料全部泡水损失惨重 听不到台风就害怕 那时候就很注意说台风的那种动向 这次接着说有直播台风的话 就一定要做这种工作 厂长一听到又有台风要来 担心的不得了 随时注意台风动态 发布路上台风警报马上宣布停工 宁愿损失半天六十多万元的营收 也不运工厂因为台风造成任何的损失 中天新闻黄梦珍 叶佳文台中采访报道